那塊土地上最努力的當然就是我們這個屏東的這個青年們了 所以其實我們屏東青年們呢 這一今年 應該說去年底辦了一個獎 一個這個四中的獎喔 創新競賽 那這個創新競賽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創新競賽成果已經在我們這個185的沿線上面成為一個實體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把這個青年的創意真正落實的一個團隊 那我們今天呢來到這裡是除了我們185眼線看到我們的穿山甲之外 我們今天在這裡也有一個穿山甲的特展 那天空已經不小心破梗了 那我也要問問大家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穿山甲日 沒錯今天就是世界穿山甲日 所以我們特別選擇今天雖然是補班日有一點可惜 沒有這樣更多的好朋友來認識穿山甲 不過我相信今天之後會有越來越多人關注這個可愛的生物 那以前我們的小時候聽到穿山甲都是從中藥房認識的啦 真的中藥嗎對不對 那沒想到現在小朋友我來問問看 大陸館的小朋友有看過穿山甲的舉手 蠻多的好 都有看過穿山甲 後面好 他們可能在動物園看到 然後剛剛有個小朋友說他在小時候在山裡面看過 沒錯現在的小朋友認識穿山甲已經不是從中藥房了 真是太令人欣慰了 那能夠有這些場景 其實我覺得就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以及像我們這一次創新競賽的這些夥伴這樣 去了解理解這個生物 然後去翻轉我們整個社會對這個生物的觀點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期待透過平農縣政府的努力 跟大家的努力 可以一起來讓這個穿山甲以及保育的觀念 更讓大家認識 那今天謝謝各位在這個應揚一下 真的平農好像感覺要進入春天了 我先介紹一下各位來自四面八方 都對我們這個土地 對保育對生態非常有研究 以及的前輩跟先進們 那我如果交到我們的名字 請大家就是跟在場的大家會揮手 那等一下就知道說 因為他有相關問題要去找你們 或者是還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問這些權威跟前輩們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平東縣政府特別籌辦的這個世界穿山甲日 那也是一路我們那個 平東智慧能力學校來做合作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非常熱愛自然 他真的超愛大自然 看他臉書就知道 一天到晚在爬山騎腳踏車 然後再跑來跑去 就是總要總給停不下來的 我們的最可愛的秘書長 秋黃照床秘書長 早安 一切領來 然後已經呢 我們這個 這一領是我們 平東縣政府勞青處 這個勞動力青年發展處呢 的這個主要的籌辦場 頂來也是因為我們 余甄處長加入之後 有很多可愛的創意 有這個創意就像穿山甲 跑到田裡了 穿山甲跑到我們智慧農業學校了 那所以我們也歡迎今天我們 勞青處的處長 麗玉珍處長 那接下來 可以謝謝您 那接下來呢 是我們把那個 穿山甲 種到他田裡 他呢 眼淚都不滴一滴的 我們 也是我們告訴一下農會的 紅明超總幹事 他是銀師農場的主人哦 把土地交出來 真的是 過年你看多少人在他的田裡面彩炭 他可能這個心在低血 但是永遠保值的笑容 那非常感謝您 以及我們今天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 挺多分數的 楊瑞芬分數長來到現場了 歡迎您 那以及我們平和大 人家說是我們 穿山甲的權威 我們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的 孫敬明老師來到現場了 孫敬函 那以及我們非常關心在地的 李士兵 李議員 歡迎 那接下來是我們很多 對我們生態保育的這些協會 有一個研究中心 我就一一猖明 請大家揮揮手 我們平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的夥伴 哈囉 你好 我們平科大鳥類生態研究室的夥伴 好 你看到鳥了 鳥在肩膀上 以及我們碼頭山 自然生態協會的夥伴 聽說很多山山甲在那裡哦 以及我們 老普斯匹生態展示館的夥伴 然後在後面 對 等著給其他人看看 以及我們野灣野生動物運的夥伴 以及我們中沙病理委的團隊 您好 還有當然我們在地的最在地的 我們大陸關國小林川基校長所帶領的 還有小朋友們 跟楊瑞芬分組 小朋友們來 小朋友們來 好 謝謝 好的 謝謝 非常感謝大家 那農業部 林業 及自然保育分組隊 你之下 你遠地而來 所以一定要 分組組長 也在對我們這個保育非常熟悉 我們歡迎我們的楊瑞芬分組組長 小心 小心 來這邊就可以了 好 謝謝 謝謝 很親 這個 謝謝邀請 我們憲和 還有 這個 這個主任林醫師長 還有我們的 這個 勞青處 林醫師長 還有李議員 跟所有在座的 所有的 關注我們 穿山甲的夥伴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那個 我也是在地的啦 我沒有從台北來 我是屏東 屏東 在地屏東 那我很樂見 去年 就看到有 鳳梨田有草蕭 好 今年 更讓我經驗 竟然把穿山甲 也融入到我們的田區裡面 讓更多人可以 因為這樣的吸睛 然後去認識這樣子的一個動物 那這個動物到底有多珍貴 我想我們的莊老師等一下 好 孫老師等一下也會幫我們做一些引導 那我就不贅述 不過我也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我今天講一下 我們農業部林業極自然保育署 在推國土濾網 那國土濾網主要的是希望能夠 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這件事情 可以被體現 那我們屏東有六大主軸 那其中這個沿山公路這一帶 就是其中一個軸帶 那有草蕭 然後穿山甲的部分 可能是在二地北高雄的部分 我們今天有這個碼頭山的夥伴 有一起來 那我們講到穿山甲 我們也在林業保育署 有二十二種的這個保育動物 可以有一些這個推動的執行策略 應該要來做 其中這個穿山甲就是之一 那為什麼會有四屆這個穿山甲日 就是因為他受到很多的威脅 然後2012年日本一位一個這個NGO團隊 就把他創立了一個世界穿山甲日 那也就是每一個年的這個 二月的第三等待六 都一起來大家關注這個物種 那事實上要關注的物種非常的多 只要我們有心都可以做這個支持 包括我們說如果我們有是有認證的 有友善的 那有有機的 那這一部分都可以讓我們的野生動物 可以在裡面 可以優有 然後我們同時也可以有好的 那我們沒有一碗田可以種 我們沒有像我們的總幹事 有這麼多的田可以種 可是我們有一點點經費 可以來支持消費我們友善工作 或者是對於這個農作土地 可以更友善的這些農友 讓他們的這個農作產品 可以有一個優化 那我也非常敬佩我們的農青處 可以把這樣的點子 然後讓年輕人發想 然後有在這個智慧學校裡面 可以來推動 讓我真的希望明年可以來合作 然後讓這樣子的一個好的創意的發想 用不同的路徑打破同溫層 讓更多人關注 那最後還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來 就可以明年還有 那很系列的活動都非常的精采 那就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最後祝大家也拜個晚年 祝大家明年都能夠榮光放發 然後行大運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楊芬署長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觀念 就是讓這些動物 那些保育動物 希望明年真的可以合作 因為團隊都已經發下紅雨了 要做台灣的十二生肖 從草小開始穿三甲 希望未來有越來越多的保育動物 可以讓我們來介紹給大家 所以未來很希望可以跟我們林業署 來做合作 非常期待啊 謝謝我們楊芬署長 也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高速箱農會總愛是黃明聰 主持人好 秘書長還有議員 還有老師貴賓 各位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因為這個穿三甲 其實 貢尼采薇做好多年 那每一年都不一樣 然後今年的話 有做穿三甲 那這個 岩山公路本來就 岩山公路很長 那剛好在 那個 在岩山公路這邊 九公里 十公里這邊 它是比較 浮遠看比較 遠一點的山 又不會太遠 然後又種了很多的鳳梨田 那 去年是做草銷 然後來帶動農特產品 那今年也是用這個穿三甲 來帶動我們的農特產品 所以也非常感謝這個 縣政府 縣長 還有這個 老青處 還有智慧學校 他們這樣子 帶領的一些 這些年輕的朋友來 讓我們田裡面 因為我們田裡面 平均大概是76歲左右 那有這些人 青人進來的時候 變成我們那個 農田裡面變得非常的年輕化 然後又加上他們 就是很辛苦的 就是說都會來溝通 一大早五點半 就要來到田裡面 那來張我一些鳳梨 怎麼 雖然說他們有好幾次的經驗 但是 很熟 但是農作 讓他們去體驗到 其實這個活動 它除了把這個地景因素 呈現在這個 我們的鳳梨田以外 他們也知道說 其實在鄉村裡面的農夫 在務農的時候 他其實 很辛苦的 他隨時隨地都會流血 那所以說 那種感覺 讓他們知道說以後 這些年輕人 對於我們這個農村裡面的農作物 甚至於更多人 可以體驗到 其實你們的食物 來自於不易 那也希望各位 能夠再支持在地的農特產品 然後除了農特產品以外 那也剛好藉由這個國際保育日這個 穿衫甲 然後來讓我們的這個小朋友 大朋友都知道說 原來 穿衫甲現在是很值得被關注的 那也利用穿衫甲的帶動 然後讓我們這個高速的農特產品 能夠讓全台灣 甚至於全世界 看到這麼漂亮的圖案 也讓他們知道 台灣的水果是最好的 那最後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穿衫甲 搭車的 那個我們秘書長好 楊分局長 還有我們理處長 還有我們剛剛致詞的 紅總幹事 在座還有我們的這個 孫教授 在座所有的愛好穿衫甲 還有愛好野生動物的 各位好朋友 大家還有小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這個保護 保護動物跟維護生物的 多樣性一直以來都是 我在當明代的另外一個 關心的領域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成立了一個 一個書店 那個書店 也是做一個 做一個是一個 關心動物的一個品牌 那也由這個有想法到行動 那我也希望看到 所有的小朋友 所有的人 我們要開始關心我們的 野生動物 因為有 我們人類要跟野生動物要 共生 然後這個社會 這個生態才會共好 這個是我一直在推動的 那很高興 我們的 那個勞青處 今天舉辦這個穿山甲日的一個活動 那 各位大家都知道 穿山甲是我們台灣的特有的 特有的那個野生動物 特有種 非常珍貴 那很多以前的人 以前的長輩 都把他的穿山甲的那個 靈片當作是重要的藥材 那那個靈片 跟我們的人類的指甲的成分是差不多啦 所以說搞了半天是 是在搞烏龍 所以從這一點讓大家都認識了穿山甲以後 穿山甲長得很醜 但是長得醜 但是很溫柔 各位說對不對 我們共同來保護他好不好 好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為大家說幾句話 歡迎 好 謝謝大家 那 首先要代表我們周初比周先生 感謝今天所有長官 所有來賓 還有所有夥伴 大朋友 小朋友 歷臨 智慧農業學校 這個地方 那麼 要謝謝的人真的很多 那麼這個 這個活動 這個的範例 其實是很好的 參觀學家 年輕人共同參與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那麼這裡面就包含了我們的年輕人 也就是 麗珍 還有亞文 還有一些 年輕人的這樣的一個投入跟創意的發揮 也包含了我們平科大 我們的孫博士這邊 在這地方所做的一個指導跟投入 那也包含了我們屏東縣政府 勞青處 李處長的夥伴 以及我們林業署 楊分署長 屏東分署這邊共同的一個投入跟協助 更重要還有我們的 那個營事農場我們的地主 我們的紅眾 對這個案子全力的配合 所以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案例跟典範 所以我要非常感謝 這些各界對這個案子所做的一個投入 那麼其實呢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今天就是世界穿山甲入 就是每一年的二月的第三個禮拜六是世界穿山甲入 我剛才聽孫博士說 我才知道說我以為穿山甲只有在淨水營谷道有 我不曉得說在這個附近 然後在高雄的碼頭山 在其他地方也都有 我不知道我以為只有淨水營谷道有 那所以我覺得自然保育的知識 是需要推廣的 那麼這過程中就需要我們產官學 包含像我們今天大陸官學校 我們臨床一級的校長帶著小朋友來共同參與 這需要推廣的 需要讓大家知道說原來我們身邊 身邊就有存在這麼多可愛的 這麼多珍貴的野生動物 所以我也很高興我們勞青術今天有結合品科大 還有林業分組這邊的資源 那麼除了讓年輕人的創意 能夠在185野山公路的鳳梨田 得到這樣一個發揮之外 也辦了這樣一個特展就在我們智慧農業學校 那麼系列的活動也持續的推展 那麼也希望也拜託大家 就是共同幫我們宣傳一下我們屏東智慧農業學校 其實有這麼多好的活動 有這麼多好的夥伴 有這麼多好的這樣一個的資源 可以在這個地方共同來參與 那麼另外我們也要再推銷一下屏東 185野山公路最近我們在高速有奇幻大驚的活動 我們在屏東的煙場還有185深呼吸的特展 那麼185這一條公路 其實它不只是一個產業的大道 也是一個文化的大道 也是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一個大道 我們很希望不只是屏東的朋友 各界的朋友都能夠來到屏東 來體驗我們185野山公路 這麼豐富的一個資源 那麼最後呢 再次的代表周先生 感謝所有長官所有來賓大朋友小朋友共同參與 我們的進步 應該要讓所有的人 所有的包含所有的那個自然界的動物們 也都一起在這樣一個和諧的環境中能夠共同進步 這個才是真的進步 那所以再次的感謝大家 那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新鮮向龍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大家都人比花椒非常的可愛唷 好 那我們三二一一起 大家都準備好了 來 三二一 我們三的盼望世界穿三甲日保育特展 順利開幕 好 好 貼上去之後我們再合到一張 等一下 換到新的手牌 要幫我按一下 按一下 好 我們穿三甲的排綠 這也是我的新的知識 一個掌可以學非常多的知識 好 大家看前面 可愛 謝謝 好 我們講一下說為什麼會特別辦這個特展 好 屏諾縣政府勞青處在 屏諾縣智慧農業學校 舉辦這個三甲下的 穿三甲母子的特展 那麼主要呢 一方面 也是為了要 推動我們地方的 185岩山的一個觀光產業 那麼其次呢 也是為了要推廣那個自然保育的知識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 185岩山公路 銀絲農場的鳳梨田 有做了一個 三甲下的穿三甲母子的一個彩繪 那麼同時呢 也在我們的智慧農業學校 也有舉辦相關的一個特展 那麼這個過程呢 要感謝我們平科大的團隊 還有 屏諾縣政府勞青處 以及屏諾林業分屬的 可以共同的一個協助 還有相關年輕人的一個創意的發揮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自然保育 跟地方的產業 以及在地的觀光 能夠結合 我們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夠來到屏東 來到185岩山公路 來到屏東農業智慧學校 那為我們地方的產業 能夠創造更多的一個生機 謝謝 好 謝謝 沒有了 孫教授 孫教授來講 孫教授來講 好 來 直接講 OK 好 孫教授提說 今天是世界穿甲製 然後我很開心在高車這地方 有一個穿甲鳳梨地景的一個呈現 那因為從事這個研究很多年 我發現就是 孫教授是 保育最重要的關節 那今天透過這樣的一個地景 呈現 可以讓在場很多參與的小朋友 來了解 孫教授的情境 然後去 進行去知道說 裡面的威脅 然後去保育幫忙 謝謝 老新處的幫忙 還有我們的團隊的一個 有我們的 鳳梨地景團隊來合作 那再次感謝 那就是展的內容 你就是呈現了哪些東西 想要傳達什麼 我們有分室內展跟室外展 室外展就是鳳梨地景 大概有十萬顆鳳梨 所構成的一個穿甲地景 那室內展的部分主要是 我們這幾年 有外研究的一些成果 那包括我們 舊的生態還有一些 穿山甲蜜的威脅 那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一個資料 我們還有一個區域 那透過這個方式 讓我們社會大眾可以了解 穿山甲的一些特別的信息 所以說是要穿山甲展 那你開始練習 以台灣來說的話 台灣並沒有大規模的倒列跟走私的問題 那反而是 遊蕩犬跟一些動物有一個危險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教育宣導的方式 讓大家去知道這個問題 那慢慢的去改善這個狀況 這十年來才開始監測野外的族群趨勢 那這十年看起來沒有減少 甚至有些地方像東部跟南部是有微幅的在增加 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而高興 因為其實他們的威脅還沒有變少 那他們的棋地也還沒有回到四五十年前的狀態 所以他要繼續 那有特別針對警方地區的槍槍或速度 或執行做調查嗎 嗯 其實我們並沒有針對數量做調查 但是我們針對分布的調查來講的話 我們發現這幾年來 他們的分布有慢慢變廣 包括像 之前肯兵那地方沒有出現過 這幾年還沒出現狀況 所以他們可以往外操擴張的狀況 OK